主料,猪药两个,黄瓜100克,辅量,油,盐,木耳,姜末,蒜末,姜末,料酒一勺,酱油一勺,糖,淀粉,准备时间,10-20分钟,制作时间,10分钟内,两个猪药,黄瓜一根,干木耳,干木耳泡发洗净,去定丝成小块,黄瓜洗净切片,将猪腰子洗净,一盘两半, 除去白色的腰骚,外部下下切麦穗花刀后再将猪子盖成宽三厘米,长六厘米左右的条,将擀好刀的腰花浸泡在清水里,夹几粒花浇十分钟这样,出去操味,锅中放油,八成热石下入腰花,榨汁卷缩成麦穗状捞出备用,葱末,蒜末,姜末入油锅爆香,然后加入黄瓜片,木耳翻炒几下, 然后倒入带用的腰花,加料酒,酱油,盐,白糖炒均匀后,用水电粉勾芡即可出锅,烹饪技巧,将猪腰子洗净,一盘两半,除去白色的腰骚,外部下下切麦穗花刀后再将腰子盖成宽三厘米,长六厘米左右的条,将擀好刀的腰花浸泡在清水里,夹几粒花浇十分钟这样,出去操味,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文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